我是Window 你覺得瓦嫩子能夠創造出什麼? 台灣有一位年輕的創作家 他用瓦嫩子來做雕作作品 而且連鋼鐵人、小勞勃道你都愛呢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他究竟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吧 迎接我們的 是在電影中 應受核能影響 身高突變成約100公尺左右的哥吉拉 作者真不愧是高手 把他出現時 就讓你覺得有壓迫感的威壓技能 一次就直接調到滿點啦 作者中凱想會採用瓦嫩子來當材料 主要是因為他容易取 而且成本低 不太需要擔心材料費的問題 以及因為喜歡自然原色 所以作品大多不上色 這鸚鵡螺與蜥蜴也太像真的 尤其是這隻蜥蜴 要是在外面看到 我絕對相信他是活的 哇 這獅子的中毛真是霸氣十足 不知道作者有沒有興趣 做個能面捨法的美杜莎 那一定會震撼到完全不敢看他的眼睛啊 有些作品就像箭矢虎一樣 有可動的關節設定 不過這天沒有插電 也就沒有看到他動的樣子 這馬躍動的樣子 我看金馬獎可以來跟他合作 我要是有機會得獎 收到這種質感的獎作 應該會更努力創作吧 在創作每一隻動物前 作者會先上網尋找他的肌肉 解剖和骨骼圖 以及生態的照片影片 有些甚至會又自己到動物園 觀察他實際在動的樣子 再加上耐心與美感 難怪可以創造出如此生動的作品 這是動漫七龍珠的神龍榜 讓我誤以為我已經收集了七顆龍珠 準備要向他許願了 神龍神龍 我們的願望是... 台灣近期保育觀念也逐漸在提升中 所以就讓我們一起來好好保護 這在台灣中部只剩不到500隻的石虎吧 麻雀是少數有上顏色的作品之一 以他精細的程度 若沒講也不知道他是瓦倫子製作的 電影《蟻人》裡面主角也有騎一隻螞蟻 所以要是這隻大螞蟻能來當我的作妻 應該會酷斃囉 要是沒猜錯 這應該是跟Puma合作的商品 看看這強健的肌肉線條 與整體的免結感 真是忠實的傳遞該品牌的魅力 作者另有7類的前衛創作叫做《剝奪》系列 是以動物的頭搭配人類的身體來做表現 凸顯人類因為生存和收藏慾望 威脅動物的生存權 希望藉由作品所傳遞的掙扎與衝突感 喚起大家對保育意識的重視 看完這些生動的作品後 突然讓我想到 如果他們像電影《博物館》已經混夜 修館時打起來 不知道誰比較厲害 可惜這次沒有看到傳說中的鋼鐵 那就讓我們一起期待下一次吧 掰掰 掰掰 拜拜